桃園大園區在今天下午全區這兩台貨車想轉事故 由至近男子駕駛的貨車在行進入口要左轉 可是對象的貨車卻疑似沒注意到直接是迎面撞上了 警方到場實施酒測才發現對象的貨車駕駛有酒駕 兩輛大貨車剛剛通過入口 第三輛載著藍色貨櫃的貨車馬上右轉 對象白色貨車疑似沒有注意到 完全沒有減速直接引頭撞上 藍色貨車車頭直接向後扭轉 白色貨車更是一路衝撞旁邊便利超商 如果車輛通過都小心翼翼 可以看到車殼領節半飛數十米 停在路旁的7輛77車也遭到波及 白色貨車直接衝進便利超商7樓 7樓天花板整個變形 貨車車頭也全毀 引擎直接外漏 事件就發生在桃園國際路往大園市區的路上 27號下午正姓男子駕駛貨車準備左轉 儘管已經打了許久方向燈 對象徐姓駕駛卻似乎完全沒有注意到 直接往前撞上 撞擊當下藍色貨車正姓駕駛當場飛出車外 倒地固車 白色貨車駕駛許姓男子受到輕傷 警方九車後發現他酒駕 許姓男子及正姓男子接送上送燃 警方迫報後立即到場處理並失去酒車 經酒車後許姓男子酒車只達0.16超過標準時 酒後開車心存小信 索性兩位駕駛送營後均無待 但之後恐怕要面臨賠償和刑責 至於詳細造勢原因 將待警方後續調查離行 記者郭平佑 謝祥林 桃園採訪報導 末船 字幕提供 訓 parallel 證 Carl